晚安 這三個月我大概辦了一二十場 大概沒有一個動力那麼多的錢 連續辦了二十幾場 幾乎一個禮拜辦兩場三場 這次辦完以後可能要休息好一段時間 因為也是該沉澱的時候 前幾天我的恩師終結了一個追思會上 我稍微用了一個叫做遠距離療法 竟然讓我一個學生曾老師 他今年八十三歲 他覺得說他整個腰的所有痛 頓然全部解除了 我一直在想 如果 我們來傳承一下這個遠距離療法 因為他是徒手的方式 那可能會幫助更多人 本來今天的主題是講食物 那我想說 談食物再談一些 這個我們的這種 這個 祖先留下來的絕活 真的很不錯 那今天就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會做了很多動作 第一個 我們會教這個 這個遠距離療法 第二個呢 我們會講食物 第三個呢 我們會給大家做一個 能量感蟲的一個測試 現在的醫生營養師 他在給你開藥物或是處方的時候 他完全是根據你的年齡 身高體重做依據 那其實這不是很正確 應該有一套方式 那我這個方式是從美國這邊引建過來的 我們叫做 這個能量感蟲 這個 我相信每個人都需要做 那我準備了三罐 不知道夠不夠用 那如果不夠用 請大家見諒 那因為呢 在這五分鐘就知道 你適合說 比如說 你是敏感度高的人 你的所有的劑量就要減低 你敏感度低的人 你的劑量就要增加 讓我們在吃東西上有個依據 那今天來談這個主題 那之前我們談過很多主題 我第一個談的是 身心以頻率共振 我談過了 然後光療以頻率共振 那再來就是要談這個 食物以頻率共振 那最後一個單元是 算是最高階 腦波以頻率共振 這已經是進入了另外一個高階 那目前是講第三個 那我們這個 既然談健康 那我們一定要讓人家 學到一些東西 除了概念上要改變之外 那也能學到的東西 我稍微解釋一下 那頻率共振 是宇宙最源頭的密碼 所有的萬物都是在共振 大家要有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超乎現在的想像中的一個空間 所有是共振 當你不斷地成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整個宇宙在幫你 可能你們現在還 有的人還不會體會他的意思 可是 我一路走來 慢慢體會 真的 整個宇宙會來幫我 這個 來談共振之前 我們來談談 之前我在做什麼 那我的叫做 劉俊厚開關點療法 那在打上劉氏開關法的話 在所有的都是第一名 因為那是我創造的 那我們是傳承身體的開關點 那節徵一觸苦二消 是不是這樣 我們拭目以待 那這個 我們身上 有很多很多 你看這紅紅的 都是我們的開關點 這個我中午 我下午 我到一家醫院 這家醫院呢 我們有一個很嚴重的病人 那他家屬呢 得了 也照顧了老半天 自己也生病了 第一個生病的 就是他腳踝痛 第二個就是膝蓋痛 已經痛了兩三年了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一直想 我要用什麼方法 讓他馬上解決 那我想想說 是不是能夠用我這個遠距離的 這種 這種突損方式能夠解決 當下我就用遠距離的一種療法 這個療法真的很神奇 是不是他的安慰我不清楚 可是他跟我講 他已經是消除了好多好多了 已經很輕鬆自己會做了 就是那麼的簡單 什麼叫遠距離呢 就是說我幫你治療你的時候 我不在你的痛點的附近 是你好遠好遠的距離 那這個 我們會有這種資訊 第一個是老祖先在教我們的 我們有句話 上病下移 左病右移 我們知道這個道理 對不對 那我們盡量用 比他遠端的 就能夠治療 第二個 再來你就不會避免說很多困擾 如果你在這個痛點治療的時候 會發現 這個 萬一他發炎了 他就怪你了 是不是幫我弄了 那我們在遠端弄的時候 真的是很棒 記憶這點 我們剛剛 我們之前還有人大眼給我 說他流眼油 眼睛模糊 要用什麼方式 看看他本人也到了 那我們可以當下試試看 我們就用這種 這種療法做做看 當然啦 眼睛要好 這個方式太多了 方式太多了 不是只有單一 那 這是我們傳承我們的開關點 我講得很慢 這個 這個圖是我在上海 破冰之禮的時候 照的 你知道嗎 破冰之禮那時候 完全是用遠距離療法 因為不能拿工具 只能用徒手 那就是遠距離 我就在上海 那 這個 結論道我們就不用講 可能 很多人知道 那我們就不用再 再全數一下 那 稍微 自我介紹一下 那 這個 我們知道 這個 我的恩師 他是以前 御醫 當然 能夠當御醫 當然是 某個程度的 應該是 深入 那 這個恩師 在最後幾年 也是在研究 自然療法 這個 他在種種看病的時候 很多人給他看病 但是他 沒有開藥 這些病人都好奇怪 說 整個醫師 你怎麼沒有開藥給我 那幹嘛要吃藥呢 你要開的話 我可以開一個 維他命給你 欸 他就有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真的是很棒 很棒 那 有這個概念以後 我就開始 在研究 自然療法 那我研究了 像我們的 生物能頻率共振 還有 激進膜療法 還有我們的 脫皮針療法 脫皮針療法是 恩師 留下來 最珍貴的寶典 他留給我 一本 研瘟書 我有了這本 研瘟書 我就把它翻成 中文 我就把它送成 拋過癮的 我準備了 用什麼 要團成 因為這東西留給我 又有什麼用 我一個人幫 只是幫幾個人 如果你們都學會了 你可以幫更多人 這也是 恩師的願望 也是 個人的願望 那我們還有一套 很簡單的 叫做韓國所長 蒸法 太棒了 這個 大概學 大概二十分鐘 你們都會 這個蒸法 還有最近我在推的 一個 全光譜療法 全光譜療法 因為它是 沒有侵略性 而且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光譜 光線的 那種透析度 那種速度 是 比什麼力量都還大 有學過物理學的人 都很清楚 它是 不可忽視的 不可忽視的 好 那我們稍微再看一段 我的學生幫我做的 Flash 中國古老的醫術 中國傳統智慧心技術 劉俊後 劉氏開關療法 劉俊後 勘俊後 勘進開關法總裁 解針代總裁 社區經過養生老師 經年中醫傳統推拿手法 醫學髖關節療法 解針代中醫針灸應用法 開關療法 傳承身體開關療法 傳承身體開關療法 解針疑出苦惡消 靈骨穴 重症大穴 靈骨穴 靈骨穴 是第一代 來 剛剛講那個開六關 這個 反正我就 用任何的一個聚會 來教這個開六關 開六關擺病消 這話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們是有所本的 那我們就一直 這個承襲下來 以前只有開四關 以前在古老的時候只開四關 其實它的四關就是兩關 我們開六關 這個 這是我的恩師 他在臨床那麼多年 他說了一句話 終於做個結論 他說人生病是開關 我可能把它翻做switch 我覺得不同 我把它做key point 關鍵點 被關閉了 那只要找到這個開關用的頻率共振的訊息方法就是解針道 解針道就是頻率共振的方式 你會發現為什麼解針道那麼的有效 是因為它能跟大地產生一個共振 那迅速打開這個開關 那當然呢 恩師他也提悟 他說 告訴他頻率共振是未來自然療癒的主流 想療癒好 一定不要複視頻率共振 等一下我們會說出 頻率共振究竟是有多強多大 只要運用得到 對我們都會有幫助 那現在來 我們什麼叫開關 我們透過了一個病人 我們處理好 那這個病人也有眼睛的問題 我們當下就來教眼睛的遠距離療法 應該是你們大概都還沒有聽過的 一個遠距離療法 那我當初我就是用這個遠距離療法 在他腳摸了72下 他當下他的眼睛做一個逆轉 我們稍微來看看 這個病人呢 這個病人呢 這個是醫院放棄的病人 醫院也不知道要怎麼來治療 因為他前身麻痛 那經過我大概一二十次 他已經能夠回職場 那我們之間的對白 我們可以來當作一個教案 這個地方是我的總統 這個地方是我的總統 然後拜託症 然後在醫生緊急的幫我提起急救之後 過禮三天然後出院之後 就是也有留下一些後遺症 就是所謂的神經病變 然後頭部這邊就是 下巴這一帶都是麻痺的 然後全身都是會麻 然後會痛 一直到劉老師 他幫我解決了這麼多的問題 那目前我做得很好 覺得這個症痛已經都減緩了 然後嘴巴麻症的部分也已經不會了 可是現在對於味覺還是 就是苦啦、酸啦、辣 都有感覺就是甜跟鹹 有時候還是會搞錯 所以很感謝劉老師 那我在這麼短的時間 就可以恢復了健康 這是很新健康 我們能夠解決出了問題 當醫師進入沒有醫師 那是否正在講是正門性 那他會因為現在已經 上癢已經有了 好像一樣的話 就你剛剛跟你們的轉述 如果說這東西不要喝血 它是可以忽略出 對 所以代表就是 你已經跨了 這個 那你自己的更好 我們出入的方式很簡單 其實 你的胃性不會出不開關 你的身體 你的錯誤的麻 沒有錯誤的開關 那像你的四肢 相信你是麻痛 那你自己的腿 甚至你的內臟 你還會麻痛 你在說 你當初 你穿這個 大腦的 你自己去看吧 大腦的 你自己的腿 相信你剛剛有點 差不多這個情形 這是 應該是說 很痛 你痛 你痛 我不會 幸好 你早早 有開關 那地圈子可以幫你 順帶今天,你再加了手,腳也有點痛 手會痛,其實他本身也是有條款 今天再一次幫你打開 相信會很快,新生你現在的第一位子彈 我發現,他現在很早不得吃,我也是吃 結果我一直滿好,這一次我照顧汗 非常感謝 我並不說,鼓勵的奧,其實這都是很簡單 當初,醫院刊定他是全民典型的孩子,第三大重症 這就不是一個叫做,重點是說 他只得這個例,他一定有個開關,因為開關出了問題 當我們,我們要算讓老師很重開後 所以我已經很感謝他,他也是我的老師 一定有個師 他告訴我說,這邊沒辦法,這邊還有點爬 我就知道,原來這個店就可以來改善他 比如說今天,他跟我講,他的眼睛,他摸一摸 我想說,眼睛摸一摸 我不能說,按照很多話就幫他去 有時代,一個點就要幫他去 所以說,我看他腳下的一個點,摸一摸 摸他大概記得說過 他的整個微葉啊,一切的東西 幫你想起去 那在什麼呢? 我有找到一個開關 別人的開關就在找一下 這個希望,這個 很健康 其他人要注重你去 不要太腦累 這個啊,幹什麼 這個 開關,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當開關 那一般來講,我這個叫做小開關 那小開關應該是說 在百分之七八十都有下 七八十已經很多了耶 以痠痛來講,能夠達到百分之七十 能夠止痛百分之七十 已經是神醫了耶 不要說是那個 是很不簡單的耶 那我們找個人來試試看 我剛剛是摸哪個點 那個,我們這個陳明珠好了 好不好 來,大家看一下 其實很簡單 這個 我這個點肯定很多人看都沒看過 那這個點就是我們講的眼距雲療法 你可以坐上去,可以吧 坐上去 這個椅子坐上去 好 好 好